美国总统川普迅雷不及掩耳地将华为、专题及其70家相关事业 列入美国商务部的出口实质清单 这表示 任何要销售或转移技术给华为的供应商 都必须得到美国商务部的许可 在没有获得许可前 必须停止出货给华为 因此美国半导体大厂英特尔 高通 博通 技艺体大厂美光 即刻发出声明 冻结出货给华为 川普敲得这一声巨雷 几乎零时差地传过隔着太平洋的中国 台湾专题与韩国 韩国三星也在川普发布命令后紧急开会 因为假如记忆体大厂美光不能出货给华为 这或许是三星的机会呀 一名三星员工原本正在和一名台湾科技分析师通电话 当场被公司集扣回去开会 同一时间 在深圳华为 一名负责华为笔记本电脑的台厂产品经理紧张地打停 到底美国禁售华为 有没有涵盖到美厂的晶片 在得知确定包括美国晶片 记忆体公司都被下禁令后 他无奈地说 我笔记本电脑大受影响啊 CPU用英特尔的呀 科技业一阵鸡飞狗跳之中 最引人侧目的 却是一家又一家美国以外的半导体相关业者 包括日商 得商 竟然也传出对华为执行禁运 前身是西门子半导体部门的得商英飞灵 也被日经亚洲评论 Nikki Asia Review 报道 暂时先取消部分对华为的出货 总部位在英国的ARM 也在川普宣告对华为禁运之后 传出立刻切断与华为的往来 一位外资分析师告诉我们 ARM员工表示 公司内部命令一发之后 禁止所有业务 工程师与华为员工见面 连打来的电话都不能接 统统都断掉了 因为见面也算是给技术啊 美国商务部颁布的实质清单果真威力强大 一旦名列其中 不但美国公司得立即与其断绝来往 连外国公司都在其辐射范围内 川普禁令中的关键数字根据辖区涵盖日本 专题 泰国 菲律宾与台 港 澳德美国商务部区域出口管制官员哈勃尔斯托克 John Haberstock 的一份报告指出 美国产业与安全局 Bureau of Industry and Security 主要在管制可同时用于民用与军用的双重用途的物品 例如探浅 工具机 半导体 而当华为被该单位列入实质清单 必须对华为施行出口管制 Export Administration Regulations 简称EAR 的货品 软件与科技分为三种 第一 位在美国 第二 源自美国 有 S Origin 以及最关键 也最让台湾科技业关心的是第三种 外国制造 但是其源自美国的内容超过上限 而这个上限 如果是伊朗 朝鲜 专题 苏丹 叙利亚 就是10% 这四大恶国之外的国家 例如华为所在的中国 就是25% 也就是说 只要你卖给华为的产品 其中源自美国的部分超过25% 那抱歉了 贵公司也被视为美国公司 得一起听命于美国政府 对华为实施禁运 因此 当川普将华为及其各国分公司 包括台湾的讯外 都列入实质清单时 了解其严重性的欧亚相关科技大厂 顿时一阵兵荒马乱 例如 几天前 英飞灵便展开供应链调查 包括要求一家台湾封装厂提出报告 说明有多少用于英飞灵产品的封装材料来自美国厂商 完成初步统计后 英飞灵并随后在21日发表官方声明 表示不受美国出口法令限制 将持续供应绝大部分的产品给华为 而ARM 则选择乖乖就范 英国BBC取得该公司的发给员工的备忘录 要求员工暂停与华为的生意 包括进行中的合约 技术支援 以及任何持续的往来 但这家英国之光 怎么会触犯25%限制呢 BBC取得的备忘录写着 ARM授权给华为的运算核心 含有源自美国的技术 一位外资分析师解释 原因是ARM授权给华为的其中一个或几个核心 研发中心正好设在美国 台积电源自美国的技术有多少 此时此刻 最受瞩目 最让整个台湾科技业议论纷纷的便是台积电 因为该公司近年已成为指标性的华为概念股 华为旗下的海思 已是仅次于苹果的台积电第二大客户 占去年台积电营收的8% 今年第一 二季更达到11%的惊人水准 我华为的朋友老神在在的说 料都备好了 短期内没有问题了 一名台湾科技产业分析师说 他透露 今年上半年海思狂下台积电16奈米订单 几乎救了台积电今年第一 第二季业绩 由于上半年是智能手机弹季 苹果 小米纷纷下修出货目标 百分之百供应华为手机的海思 却提出超级乐观的出货预测 华为是表现比别人好没错 但分析师圈都在讨论是有卖的那么好 被那么多料不会变库存吗 但这名分析师回想当时情境 现在突然一切豁然开朗 被货是有原因的 就像珍珠港事件之前一样 他形容 海思向来是最捧场先进制成的台积电客户 台积电刚量产的第二代7奈米制成 首度导入昂贵的EUV微影技术的7 海思就抢着当第一只白老鼠 相形之下 最大客户苹果就保守多了 要等到明年量产 大量导入EUV的5奈米 才会进场 台积电也在川普宣告后的第一时间 公开表达对大客户的支持 表示经初步评估后 应可符合出口管制规范 决定不改变对华为的出货计划 将继续出货华为 当我们向台积电查询 是否表示内部已完成精算 确认台积电出货给海思的产品 源自美国的技术低于25% 台积电公司企业讯息处资深处长孙又文表示 出口贸易管制 不止这个25%规则 还有其他规则 我们有内部外销管理系统追踪与监测所有出货 来确保我们符合规则 但问题是 这25%源自美国的技术 究竟该怎么算 谁说了算 因为商务部公开文件并未有详细规定 因此众说纷纭 一位前连电主管便认为 台积电很难过25%这关 理由是 晶圆厂内的生产机台 诸如时刻 CMP平坦化 制成多半来自美国设备大厂应用材料 光设备至少有六成来自英才 很难不超过25% 他说 但外资分析师则表示 若认真的精算一颗晶片的成本结构 还包含研发投入 管理人力成本 但台积电研发团队 主要管理人力全数在台湾 因此最后算起来 美国成分的确很可能低于25% 但他也表示 这个法规留下了模糊地带 到底美国成分怎么算 也让这些公司有了决定亲美还是亲中的操作空间 海斯对美国企业的威胁不止于5G 不少台湾半导体业者都认为 尽管包括ARM 美国Eater厂商等半导体关键业者 暂停对海斯的技术支持 让海斯元气大伤 但不排除 美国政府还会进一步下重手打击华为与海斯 例如 将中国列入与四大恶国等级 则美国成分降为10% 因为海斯对美国企业的未来威胁 可能不亚于外界熟知的5G领域 美商博恩斯坦证券曾在今年1月罕见的针对海斯这家未上市公司 发表18页的研究报告你没听过的另一个国家冠军 详细介绍这家在中美贸易战之前 一直躲在华为之后的IC设计新星 博恩斯坦证券估计 海斯2018年营收高达76亿美元 仅略低于该年微幅衰退的台湾IC设计企业联发科 博恩斯坦证券并预期 每年保持平均20%-30成长率的海斯将在今年超过联发科 成为亚洲第一大 世界第五大IC设计公司 该报告更揭露一项台湾业界过去不太有人知道的事实 原来华为近年在云端市场大有斩获 在服务器 存储器市场 已分别在中国高居第二 第一名 其中部分产品 安装的竟是海斯自行开发的ARM核心服务器处理器 而且今年推出的最新的第三代产品 以采用台积电的7奈米制成 直接挑战美国大厂英特尔最核心的业务 本文作者黄奕云 陈良荣 原文刊载于天下杂志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